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日,中国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相继发布公告,宣布将调整存量手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。 此局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,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 根据公告,公行将执行更加优惠的房贷利率,为广大购房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贷款条件。 而农行也将针对手套房贷款采取更为灵活的利率政策,以满足不同购房需求。 此次调整有望为购房者降低负担,同时助力楼市回暖。 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的进展情况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